屏東方三鄉台縣5號晚間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獅子鄉65歲方姓男子騎機車 由南往北行進458.5K促時 一遭撞擊連人帶車倒地 警銷貨報趕到確認方姓騎士已明顯死亡 但現場未發現肇事車輛 研判駕駛肇事逃逸 緊急調閱入口監視器比對追查逃逸車輛 駕駛營業貨運一飲車 駕駛物流一飲車的王姓嫌犯 卻在事發兩個多小時後到左營分局自首 警方隨即前往高雄 將涉案駕駛帶回離清案情 面對記者的詢問 趙氏駕駛不發異語 家屬對王姓駕駛 趙氏逃逸的行為都相當氣憤 也要求物流公司要負起相關責任 我覺得他只有沒有職業道德 當初我看他的行政紀錄金 也沒有保持距離 而且有超速的嫌疑 我在跟他寫上 應該他應該要負一些的責任 趙氏駕駛酒車職為零 警方表示全案偵訊後 依涉犯趙氏逃逸 過失自此罪移送屏東地檢署偵辦 至於詳細事故發生原因 仍有待進一步調查 原始新聞歌手 屏東方聊採訪不到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